宦官是我国古代封建制度下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些男性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正常性能力入了皇宫,成了侍奉皇帝和其家族的男性官员,因为他们的特殊,他们成了皇帝和妃嫔们最信任的人。 与此同时,他们也因此拥有了不少权力,有的更是独揽大权,把持朝政,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宦官,但成为皇帝的只有一位,他是谁,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以史为鉴,以往见来,订阅瑞历史,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曹腾是东汉末期的大太监,从汉安帝执政时期就入宫担任皇门从官。 后来安帝立长子刘宝为皇太子,曹腾因为做事谨慎,为人厚重,于是被派使到了皇太子身边,事后其读书,在期间他深得刘宝,也就是后来的汉顺帝喜爱,他的饮食,赏赐都与众人有所不同。 五年后,刘宝继承大统,史称汉顺帝,而身为心腹的曹腾也是生之夹心,从皇门从官摇身一变成了小皇门,身为中长氏,但是好景不长汉顺帝刘宝也是短命之人,在历史上他只活到了三十岁,在他死后自己两岁的儿子继位,史称汉冲帝,但是这位右帝在继位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驾崩了。 当时的大臣们都认为应该从宗室中选一位年长有得的人为皇帝,但当时的外戚大将军梁继为了继续掌权,一意孤行将八岁的渤海孝王刘宏的儿子刘转立为皇帝,史称汉之帝,在汉之帝上位后,其实大家都不满意,于是可是分化为了两派,分别支持两位宗室,以太尉李固为首低势大副集团。 历挺清和王刘蒜,理由是刘蒜年龄校长,为人稳重,做事有原则,是大夫们都觉得这是个好皇帝的批子,但梁太后和他老哥,大将军梁继喜欢李吾侯刘志。 梁继召开会议讨论地位候选人时,闻五百官清一色支持刘蒜,把个梁继搞得满头包,气急败坏暂时休会,这个时候曹腾看到了机会,他找到了梁继,表示支持性格和善的刘志为帝,于是梁继堵死了汉之帝, 永礼刘志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汉皇帝,实际上,立谁当皇帝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谁立的皇帝才是问题的关键,曹腾一眼就看出李固他们虽然人多,但是属于虚胖,根本不是梁继的对手,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刘志胜出,所以曹腾必须赶在结果出来之前。 向梁继表示支持,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告诉梁继,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人支持你,你自己别怂了,二是刘志胜出,我曹腾是拥护你的,我今后的政治前途依然光明灿烂,曹腾果然最终目光如炬,汉皇帝继位后,曹腾因定策有功,被封为费亭侯,升任大长丘。 家为特贱,而他在宫中侍奉了四代皇帝,而且还时不时推荐人才,身受皇帝器重,曹腾虽然势在太监,但是为人胸怀宽广,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忠臣,据说曹腾之所以入宫当宦官,是因为和邻里发生的一件小纠纷,有一次邻居家丢了一头猪,而曹家正好有一头猪和邻居家丢失的猪模样差不多,邻居便认定曹家的猪是自家的,并强行把曹家的猪据为己有。 不久后,邻居家的猪自己又回来了,邻居便把曹腾家的猪送了回来,通过这件事,曹腾的父亲认为无权无势就会被无端欺负和冤枉。 于是狠狠心,把儿子曹腾送入宫中做了宦官,曹腾也不负父亲期望从最小的官做起,最后升任大长丘是所有宦官中的最高职务,相当于今天的正部级官员,生活的曲折并没有让曹腾的心理变得扭曲。 相反,曹腾心胸宽广,从不公报私仇,而且能够举荐贤人,受到人们赞美。 东汉顺帝使,蜀郡太守托送祭部的官吏送礼物贿赂他,一周次使,总号在血谷附近查获了书信,就上书奏告蜀郡太守,并因此弹劾曹腾,请求将他交给廷尉问罪。 当时,私交外臣一经查实,是被以犯上作乱治罪的。 汉顺帝他知道书信是由外头来的,而曹腾从没有写信给地方官员,所以没有怪罪曹腾。 对于总号的弹劾,曹腾并不计较,还实时称赞总号是个能干的官吏,太尉、司徒、司空、合成三宫是东汉,三国时期地位最尊贵的官职。 后来总号不断升迁,位置司徒,高居三宫之一,他逢人便说,今日治宫,乃曹腾是恩也。 作为宦官,曹腾做到了凭借一己之力,封侯败相,可谓是已经出人头地,尤其是受到皇帝信任,曹腾真的是有钱有权,唯一的遗憾就是无法生育。 既然如此,那曹操怎么会成为曹腾的孙子呢? 其实,在古代,如果没有孩子,又想要孩子的话,可以把别家的孩子过季的过来。 直白点说,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领养曹操的生父曹松,就是这样一个过季来的孩子,不管他之前姓啥,过季之后都要姓曹。 据三国志记载,养子松四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也就是说,曹松是曹腾的养子,官做到了太尉,却并没有具体记录他的出身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从哪家领过来的孩子,是不明确的。 后来曹松生了曹操,曹操就这样变成了太监的孙子,曹操无疑是曹松所生,但由于曹松的真实出身不明,导致曹操的真实出身就成了一个谜团。 不过这不重要,曹操有了好身份,因为有了曹腾打下的基础,曹操的父亲曹松才有钱买来了太尉之职。 到了曹操一代,就是官三代了,曹操的人生起点和一般的平民百姓完全不一样,曹操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喜欢研究孙子兵法,他的文韬武略,自幼便具有扎实的基础。 由于祖父与父亲的影响,曹操从小就开始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往来,在他少年时期更是与出身高门的袁绍志趣相投,结为好友。 袁绍原本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的高贵公子,但对待曹操却是不同,在《三国志位书懂二元流传》中记载,袁绍自本出,汝南汝阳人也。 高祖父,袁、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室居三宫位,由是侍卿天下。 袁,少有自貌威荣,能折劫下世,土多富之,太祖,曹操,少与娇焰。 此段说出了袁绍与曹操在早年就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因而,才有后面袁绍与曹操共同讨伐董卓,开启了曹操传奇的一生,成大业者,心胸必须开阔,做事大开大合,很明显,在这点上,曹操很好地继承了曹腾的优点,正如他那大气磅礴的诗句《东临结石》以观沧海。 水河淡淡,山倒耸至,树木丛生,白草风貌,秋风萧瑟,红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兴慎之灾,歌以永至。 凭借这股气势,曹操向北萧来了袁绍和乌环势力,关渡之战后,曹操彻底放飞,准备南下。 一举吞并江东,可是此时的孙权和刘备联手,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只好撤军北环,赤壁之战后,曹操暂时对内,开始整顿励志,广招人才,稳定内部,此时的曹操,虽说是汉家臣子,可是已经手握大权,只差登基为帝,汉县帝看见是大的曹操,只好册封曹操为魏王,建立魏国,定都叶城,要知道。 在当时的汉朝,有一条铁令,非刘氏宗亲不得称王,可是曹操称王了,虽然名义上还是汉家臣子,可是实质上已经是皇帝了,不仅如此,曹操策立自己的长子曹批为魏太子。 相反之战 曹操死后,曹操继承了曹操的权柄,逼汉县帝退位,自己登基为帝,建立了魏国,而曹操也就成为了后来的魏文帝。 曹操死后,魏明帝曹锐继位,在其在位时,正式将曹腾追尊为高皇帝,他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位被正式授予正统王朝皇帝称号的宦官。